财团法人食材技资源产业研究发展中心 为推广花莲在地的原民传统文化 特别协助知名服装设计师 同时也是看赏文化艺术工作室的负责人吴秀梅 争取到经济部维行企业 有卓越技术辅导计划经费补助 运用花莲在地原住民族传统元素以及图腾 打造出时尚运动精品 并把目标放在明年度的欧洲自行车展活动 希望透过国际会展让世界看见台湾 五彩缤纷的运动车衣 融入花莲在地的原住民族传统元素 以时尚剪裁在24号上午亮丽登场 这些全都是知名服装设计师吴秀梅的最新作品 车衣就是给了我很大的一个灵感 就是常常看到车衣 它的一些变化跟一些线条跟一些它的设计 那其实我有时候不免在想说 也许我们在图腾上 在我们原民的图腾上面 是否也可以在跟车衣上面 能够更凸显一下 它们的一个服装的一个设计 跟一些表现 甚至于是在布料上面的一些改变 更透气一点 更舒服一点 更舒适一些 那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理念 为了推广花莲在地的原住民族传统文化 财团法人食材剂资源产业研究发展中心 特别协助知名服装设计师 同时也是赞赏文化艺术工作室的负责人吴秀梅 争取到经济部微型企业药生技术辅导计划 20万元经费补助 期盼能开拓原住民产业的新契机 那微型药生计划呢 就是帮助花冬在地的产业呢 微型的产业能够就是提升 他们的一些技术上面的一个应用 那一直以来原住民的颜色呢 都是一直都是很鲜艳的 那秀梅老师呢 这次呢就是把他的那个鲜艳的色彩呢 应用在那个自行车的车衣上面 那希望呢 就是透过自行车这样子的一个精品的一个产品呢 能够提升原住民的一个文化的产业的价值 近年来环保意识抬头健康需求大增 全球也掀起了一股自行车风潮 吴秀梅老师表示 除了这次发表的六件车衣 将来还会应用在更多自行车配件 像是自行车架、自行车包等等 并把目标放在明年度的欧洲自行车展活动 希望能透过国际会展让世界看见台湾 记者徐立琴、吉安湘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